大梦早上在食堂发表了三遍半演讲,演讲的题目叫昨夜星光灿烂,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叹,没讲完的,半遍在电梯里楼道里直到进了办公室,终于讲了个七七八八。 关在说,至于吗?看到我们小尹,看看隔壁小江,不都是漂漂亮亮的女博士?女博士的性别问题一直有争议,看小尹,挥起本大字典,大梦连忙去接,开玩笑开玩笑,这能一样吗? 这是拼智商的,那是拼,听了耳后的脚步声,他舌头聪明地拐了弯,拼形象的,全方位形象。 于途绕过大梦,到自己座位上拿出笔记本,才抬眼看他,演讲讲得挺好,就是不知道,一会儿胡索要的作业怎么样,大梦一声哀叫。 小胡,我一会儿有个喝一百五十九的会商,胡索这边交给你了。 晶晶在化妆,几天不见,唐小姐好像更美了,眼睛淋漓漓地望着远方,像是望着她的爱人一样。 昨夜的喘息和细语里,她说,晶晶,我会给你一个最难忘婚礼,你想要的告诉我就好,自己是怎么回答的,你想要的,也要告诉我。 晶晶辅助胸口,幸福的感觉要抛开,她是唐江雨,她是最明媚无忧的格桑花,她是为爱流进最后一滴血的荆棘鸟。 于途,我这周不回家了,要保持情绪,你也别来看我呀。 什么情况,于途中午没去吃饭,在空空的办公室转了好几圈,坐下百度,表演方法,表演理论,表演学派。 让小猪讲讲最近拍的都是什么内容,小猪说她也不是特别明白,大概就是几方在争夺情报,最后唐小姐得到了。 但是,她为了前海潮,没把情报送出去,而是毁掉了,情绪,反正气氛挺压抑的。 好,哪天可以了,我来接你。 唐小姐每天仍然无忧无虑地笑,但是笑仪未达眼底,乔晶晶每天在片场的街巷与灯光中盘缓,成映地有戏的时候,常常坐在一边安静地看。 等待的煎熬是镜头里平静的一局桥牌,国导讲戏时用到了大编给她的资料, 等诺曼底登陆消息时,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是在打桥牌前苏联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的时候,美国媒体的最佳标题就是,总统先生的牌掉了,揭查的是金金。 真正拍的时候,金金站在监视器边上静静地看,在一条的间隙过去摆了白海潮拿牌的手,在另一条之后小心地建议,这里是不是让对方要加倍,海潮再加倍,这样情绪更有启程转合。 不过这样的话,加一门顶章比较好。 大编,我会找专家看的,你放心。 专家找的依旧是老师,第二天老师叫于途去办公室问话,你和小乔,最近他说我影响情绪。 司机拿奔驰换走了娇滴滴的卡焰,说车子要重吞的颜色倒了,于途想起来,金金总是说过这件事,艺术领域的事情,你不要发言权对吧,不要就不要吧,什么颜色都行,反正放在单位院里又安全又保密。 小胡不厚尘,也成了护C车一组,大梦很开心,你这图观容量大,设备模型都放得下,小胡这么温文的人都朝他翻白眼,新车还没200公里,你就当货车使啊。 我女朋友还没坐过呢,就好像审理女朋友似的,大梦表示不服。 于途,你怎么不开你那个交报车了?大梦就是不说话会死心忍,于途眼皮都没抬,没开。 那你开什么车?我走路,这俩人没事显摆什么女朋友,有老婆的都没显摆。 小胡他们几个周六都休了,于途仍然在加班,看得观在惊心动魄,怎么了这是,你家大明星不是就在上海台戏吗? 前几天还跟你嫂子说离家特别近,高高兴兴的。 祖国的航天事业需要我少来,祖国的电影事业不需要我,那就是拖我腿被甩了呗。 观博士,那是什么智商情商,立刻能发现真相,算了,今天下班去我家吃饭吧,你嫂子一直说要谢谢你们呢,等静静回来吧,你要谢谢他去。 小胡开了新车去接阿梅,到不远的小商品市场给他班级的孩子们买期末的小奖品,还有新年布置教室的花式。 林林总总好几大袋子,小胡坚持一个人拿,阿梅看着他两边吱吱隆隆的样子,你的嘴直乐,给我两包轻的吧,不用,我可以,阿梅,我最近实在太忙了,没生气吧,我也忙,第一次代班,手忙脚乱的,我能帮你点什么,得了吧,漏市民都不会背了,孩子们的作业我可不放心,你盼。 大梦在帮小珍写工作总结,1234,条理分明,你一个功课博士,写文章还这么好啊,不仅好,还快,这算什么,小意思,大梦好像只有在小珍这里能看到崇拜的眼神,平时,不提也罢。 陈雪打算明天去看望师母,把准备的东西跟张宇航说了一遍,要不,我明天还是回上海吧,你别回来,你回来,我就不去了。 那就是你还是不打算说呗,前两天你爸刚给他们一大堆同事介绍说,我是王教授的忘年教,小朋友,这一时半会儿的,怎么说啊,反正,这也不能怪我。 星期日是大家默认的星期零,这样每周一的各种例会,碰头,交作业,准备的都更充分些,一般,于途都是唱多三点半回家。 津津中午拍一场吃饭的戏,是精致的西餐和左餐酒,不对,左餐水,是唐小姐默默与海潮告别的最后一场见面,而对面的爱人啊,还在计划着他们的婚礼,还在对她说,世道不好,我们更要好好的在一起。 车子后视镜里,爱人渐渐去远,唐小姐点了一支烟,淡淡的缭绕中,她的温柔也一点点淡去了,走吧,海潮,说好了要一起去看海上日落月初的,你要替我好好看。 离开唐小姐,坐回瞧晶晶,她脚步匆匆地上车,卡燕的新颜色是月光蓝又调了一点灰,是晶晶心里夜空的颜色,是可以挂满星星的颜色,没有那么闪耀,有种高深莫测的淡然,应该很配很配于图吧。 不许跟于老师说啊,我要给她个惊喜,老板,在你上车前一分钟,我刚说完,怎么办,小猪在副驾上装鸵鸟。 于老师,晶晶应该卸完妆就出来了,一会儿就回家,晶晶不让我告诉你哦,于图看看表,两点三十分,她把笔记本一合,就去穿大衣,把小尹的问题憋住了一半,于图,这应答机制,明天再讨论。 回到家,于图检查一圈,嗯,房间干净有序,每个抱枕玩偶都在应该在的地方耍着帅卖着萌,卡燕停在八院的大门一侧,门外看见熟悉的车牌和型号,以及不熟悉的颜色,不由分了神关注,发现只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停着。 三点二十分了,于图在想晶晶该到哪里了,晶晶在想于图怎么还没出来,小猪有点怀疑,自己是不是做了蠢事,刚拿出手机要跟于老师通消息,就被晶晶发现,小猪,不要破坏我的计划吗? 三点三十分,于图已经到阳台转了,恩回,干脆穿了外衣下楼,沿着路走出去,单位大门里有人走出来,晶晶手挡着太阳的反光努力看,这走路姿势就不是于图,过了几分钟,又走出来人,这回再仔细看,是大梦和小胡,还有小尹,合不认识的小哥,晶晶开门下车跟他们打招呼,小尹,你们,下班啊,晶晶。 小尹看看旁边的几个人,于图比我们先出来一会儿,你没看见他? 啊,这时候于图已经走到马路对面,能看见这几个人正面面相去,他一边留意着车一边从斑马线往这边跑,大梦先看见他,那不是。 晶晶回头看见,也不管别人,就迎着他奔过去,两个人在十几米外抱在一起,一个靠在他怀里说话,一个温柔地俯着他头发,全当周围人, 不存在一样。我等了你好半天,晶晶说着就要眼泪汪汪,怪我怪我,老觉得你今天能回来,就回去得早了,想着收拾收拾家里。 那这算是有默契还是没默契?当然是有,你看,你还是接到我了。 晶晶把泪花在于图胸前蹭干净了,才站直身子,看见附近几个人复杂难言的神色。 乔小姐那是八台摄像机对着脸拍,也言笑艳艳的人,这点瞩目真不算傻,于图居然也神情自若,小猪感叹之余忍不住跟林姐八卦,于老师大气,绝对厚全场,不过津津是越来越能撒娇了,好几个同事看着。 林姐提醒,注意一下环境,有没有人拍,这下小猪也傲娇起来,没事,于老师单位大门口,应该没人敢拍。 林姐倒在家里沙发上,阿国,这女明星越来越不像女明星了,我觉得好难,那不是应该简单吗? 要等几分钟,于图把车开进院里去换,在门卫那里又登记一番,小门卫今天赚了一肚子八卦,觉得这个单位还不像说的那么枯燥,当然严格是肯定的。 奔驰开出来让司机带着小猪开走,大梦又在叫唤,明明开车了,你跟我说没有,这让更大,于图和金金一起看向她,就是大,我又没说让你拉设备。 小尹的男朋友是第一次看见金金,半天没吭声,平常听小尹说于图老婆是大明星大美女是一回事,真正看见是另一回事,此去只因天上游,人家拿得几回文阿于公,真是神人。 就晚这么一会儿功夫,门口出来胡锁的车,车窗降下来,车上还有关载,两个人原本都有点严肃,这会儿都笑起来,小乔。 哟,乔尹后这是都站来了,胡锁号,关总,我是都站大家的身体。 于图不差一秒的补充,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,小乔坐得对,都赶紧走,该休息休息,该锻炼锻炼。 金金,你是想休息,还是想锻炼呢,于太太很肯定,这是个殊途同归的恶意问题,看看天色,于图,好久没出去吃饭了,我们去吃个饭吧,然后还可以去个酒吧,上次我和陈雪去的那家很密室风,还有别的风格的。 于先生毫不犹豫地否决了一半,吃饭可以,酒吧免了,家里有酒,也有蜡烛,地方是小注定的,不太远,有包间,到了才发现,居然有码头墙小青瓦,小小的花窗颇有风韵,金金很喜欢。 比起招牌的红烧肉,蟹黄,金金更喜欢一种马兰头的透明小包子,清香清香的,一口一个,口红都不会花于图,这个好好吃,你三个,我三个,金金那好吧,你四个,我两个。 鱼图,车的新颜色,你喜不喜欢,像个像家里窗帘的颜色,那个我就挑了好久。 喜欢,就是不知道,还有没有配套的睡衣。 鱼太太用素白的汤匙捞起碗里,唯一一颗白白胖胖的豆沙汤圆,我没有,不过你好像有一身。 颜色不配套的睡衣被没收了,鱼太太央求几次无效,只好裹着浴巾出来,把自己快速藏进被子里,看那个坏人慢条思理的来来去去,星星灯的心芒有些闪到他身上,真的像挂满星星的夜空王子。 鱼图,他拿来一杯水放在他的床头柜上,看他手紧抓着背脚的样子,伸手挡住了那双星星般的眼睛,他的嘴唇贴上来,清甜的水从舌尖滑向喉咙,不多。 一小口,晶晶咽了,清甜味一直滑向胸膛深处。 还喝吗? 又一口,水有点多,也许是故意的,也许不是,有些滴在下巴上,脖梗上,水珠调皮的四处乱滚,始作俑者再去四处追杀。 晶晶觉得自己这会儿可能就像刚刚吃过的豆沙汤圆,被禁锢在白瓷勺里,圆滚滚白嫩嫩的被咬了一小口,又一小口。 玫瑰汤圆,晶晶只是想想罢了,于途不但说出来,甚至还真的咬了一口,于太太气死了,哪有你这样的。 那好吧,于子匠不客气地又咬一口,喝过清汤了,后面是比目鱼黑松。 比目鱼看上去好可怜,脸扭在一边,大眼睛闪啊闪。 太亮了,比星星亮,于途伸手挡了,转眼又把人摆成了剃骨牛排,有的地方软嫩,有的地方柔韧,一点一点的切磨,一点一点的品尝。 然后就是沙拉了,晶晶被搅来半去的,糊涂成一团。 吃到这会儿,晶晶已经像急了他们在哪里吃过的白桃桃椒,白嫩深处泛着红润,红润深处又藏着白嫩。 晶晶,最后一道,要什么热饮,咖啡,还是茶? 于途,我要喝水,是真的喝水。 于途,跟你说件事,我明天中午就走了,深圳。 游戏的年度颁奖不是过两天吗? 北京,以前航天员那个节目,要改编成天地对话,照导希望我也参加。 就是说,你八成会在北京过春节了。 是啊,如果能中选的话,那电影怎么办? 可能整个一月就要北京上海来回跑,估计三月初出过拍留学的尽头,回来还有一点春夏的戏。 对了,新浩像的颁奖里也在三月,香港也要去一下。 于途沉默了一会儿,手指还是在津津的长发里纠缠。 于太太,我是不是被骗昏了? 骗已经骗了,那你要怎么样? 当然是将计就计。 萌萌萌萌,就要睡去的时候,晶晶听见于途说,让爸爸妈妈去北京陪你过节吧,那你呢? 我自己回一心吧,爸妈,你问问爸妈,愿不愿意来北京过春节? 当然先要看我能不能选上啊? 晶晶,你当然可以。 早上晶晶醒来时,于途不在旁边,窗帘拉得腻腻的,看得见天色,摸不到手机,想起来一定是于途又把手机放到沙发那边的架子上去了,什么辐射强度和距离的平方程反比。 晶晶索性,起床洗漱,厨房亮着灯,是他在做早饭。 早起的水蜜桃唇红齿白,像是沾的露珠,又换了件于途没见过的睡衣,衣服上面居然是只豹子。 于途,是不是很酷,对上豹子,只好化身浓虎,豹子被降服,胡乱摊在沙发扶手上,长发扑出扇形,睫毛在眼下投出阴影,急促的呼吸,又像是鱼儿要喝水。 好好的一身打算穿出能上班的衣服,又做了一关禽兽的住脚,于途发现他确实需要再买半搭。 盛出来的粥和鸡蛋都凉了,于途也不挑,三口两口塞下去,进屋去拂拂晶晶的脸,匆匆的上班走了。 晶晶和小猪一点多已经到了机场,他一边走一边给其妈打电话,我已经在机场了。 嗯,明天一早去见导演,有希望,但是没最终确定都说不好。 如果确定了,你们就来北京吧,连排链带彩排的话,一月至少要七八天在北京。 于途他们最近一直加班,春节应该可以放吧,让他爸爸妈妈也来呗,总的能我在北京,他在一星吧,哎呀,知道了。 于途心情很不好,刚才中午吃完饭,关在非要拉着他散步,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。 没想到,关在说,他可能要工作调动了,国家航天局发展计划司国际合作处副处长。 然后再看起来跟我途心情节拍的给你们看着觉,你们完成跟广 нач表示。 如果吓销了学 Givenbell服了大品 flu我特别是怎么做的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